第101章水泽国度语言辞赤 落日风掌作冷哼一声 右手袖子一挥 立刻一股大力轰然落下 此地那些落日风的弟子 都是全身颤抖 一个个仿佛山栏压顶 心底叫苦连连哀嚎 尤其是那北寒烈兄弟二人 更是在这威压下 面容凄苦 体内胸围都颤抖 心底对白小唇得很 更强烈了 可却不敢露出丝毫 你等还不滚回北岸 每个人都去闭关十年 不得外出 落日风掌作虽出手 可这些人毕竟是他落日风的弟子 他看似严厉 可实际上也有袒护 此刻话语间 大袖甩动 一股狂风扫过 直接卷着此地上摆落日风弟子 甩向远方 这才重新看向白小唇 脸上墙挤出笑容 一字一字的开口 小唇 你现在能想起来了吗 白小唇知道自己不能太过 他做人懂得分寸 知道此刻这个结果已是最好了 文言干渴一生 心底很是得意 哈哈 师兄不用如此 我白小唇是荣耀弟子 是掌门师弟 这些小辈师师虽然胡闹 可我怎么会和他们一般见识呢 都是一群小孩子玩恋而已 白小唇摆出一副大家是同辈的模样 落日风掌作心底苦笑 一旁的郑远东也都干渴一生 心底不知多少次的去懊悔当初的决定 白小唇装作没看到 一拍胸口 压下心中的得意 正要说出余下的单方 可就在这时 李清后咳嗽一声 对于药师而言 每一个独创的灵药 其单方都是极为珍贵 北岸想要单方 不知要以什么来换 白小唇眨了眨 站在一旁不说话了 眼巴巴的看着北岸四个掌座 北岸四个掌座彼此看了眼 冤尾峰的老玉右手从袖子里拿出一颗珠子 这珠子青色 里面仿佛有一团气在流转 甚至更有阵阵磁力弥漫 使得四周出现一圈圈波动 这枚原磁珠 取自一个原磁巨人的心盒 具备一丝原磁之力 单独展开能影响一定范围内的法宝运转 对于助击修士而言 也是不俗之宝 以宁气修为来施展或许有些勉强 不过天角阁内 有一对灵磁翅 彼此配合后 可作为宁气的杀手锏 速度之快 怕是助击修士想要追赶 也会头痛 白小唇 你获得天交战第一 有一次天交阁选择宝物的资格 灵磁翅我已为你带来 以此珠换单方 老玉开口时 右手一挥手中又多出了一对青色的翅膀 与那珠子一起 飞向白小唇 漂浮在了白小唇的面前 白小唇眼睛一亮 她的速度虽也不俗 可若助击修士真心想要追击 还是不够 但现在 她望着面前的原磁珠玉玲磁翅 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两样法宝相互配合后 能爆发出的极致速度 这种能保命之物 她立刻心动 而且 若你有足够的机缘 说不定可以感受原词之力 感悟出我灵溪宗石大秘书中的影痴秘法 老玉皮笑肉不笑的淡淡开口 白小唇舔了舔嘴唇 正要一口答应 可却忍住 瞄了眼李清后 等待李清后的决定 白小唇早就把李清后当成了亲人 这种事情 她会听从李清后的意见 即便是李清后让她奉献出单方 对于白小唇而言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只不过是一个单方而已 对于北岸来说这是圣物 可对她而言 她处物带内那些不知道作用的怪单还有不少 此刻也打定主意 回头一定挨个尝试一下 或许这些怪单里 藏着很多奇妙的作用 李清后扫了眼缘瓷珠与灵瓷赤 又看向北岸四个长座 最后目光落在老玉身上 目中一闪 忽然开口 再加上十大秘法中 你们北岸传承的 水泽国度 李清后话语一出 掌门正远东眼皮跳了一下 不可能 洛日峰的长座 听闻李清后的大开口 立刻怒道 不但是他这里不同意 北岸穷顶峰的长座老者 也立刻瞪起了眼 李黑子 你别太过分了 水泽国度 那是我们北岸的传承秘法 是林西宗十大秘法里 与鬼夜行 平列的第一秘术 绝不可能给你们南岸 白小纯在下面正看热闹 忽然听到穷顶峰长座 居然称呼李清后为李黑子 他愣了一下 笑话 一千年前 鬼夜行还是紫顶山的传承秘法 不也一样被你们北岸交易走了 怎么今天换到我们南岸 要你们的传承秘法 就不行了 李清后袖子一甩 冷笑开口 北岸几个长座一时雨色 鬼牙峰的长座 是一个全身有些模糊的身影 样子也都模糊不清 此刻悠悠一叹 鬼夜行本就适合我们鬼牙峰 罢了 这是成年往事 不说了 只是这水泽国度 我们北岸多少年来 除了八千年前的天异老祖外 虽还有一些人炼成 可最后形成的 都是无用之灵 此密法太难 李长座你又何苦为难我们 唯有水泽国度 不换单方 李清后斩钉截铁 白小纯在下方 看着上面这些人在争执这水泽国度 心底诧异 他实际上觉得之前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 此刻心底纳闷 对于这水泽国度有了留意 同时对于李清后 有了新的了解 按道理长座平日里别看那么严肃 可敲起竹杠 实在是我被砍磨啊 莫非因为这个被称呼为李黑子 讲到这里 白小纯看向李清后时 目中已有崇拜 北岸四个掌座陈银 彼此传音 伴赏后 还是选择了同意 毕竟传承密法虽重要 可如今摆在眼前的 是那丹药的珍贵 很快的 在李清后的事意下 白小纯赶紧将发情单的单方完整的说了出来 此单方特殊 此地有几个掌座在 早已封印了四周 使得白小纯说的单方 只有他们几人可以听到 拿到了单方后 北岸四个掌座彼此研究了片刻 纷纷点头后 一枚蓝色的玉剪 从冤尾封老玉的手中飞出 直奔白小纯 水则国度 十大密法之手 此神通需要观摩百兽 形成本命之灵 无中生有 以水则化形 降临世间形成国度 灵溪松万年来 除当年天异老祖凝聚了一尊天异兽 纵横八方 之后虽还有一些资质经验 之被修成 可形成的本命之灵 都是凡俗之物 此法最终能出现什么样的本命之灵 根据修炼者的心性 于对灵兽的了解而定 一百个人修炼水则国度 出现的将是一百种不同的本命之灵 可强可弱 天异老祖出现的是强悍无边的天异兽 可有的人出现的 却只是一只兔子 一些蛇虫而已 白小纯 你虽是南岸弟子 可我灵溪宗南北看似竞争 但终是一家 我希望你最终能修成 幻化出属于你的本命之灵 老欲望着白小纯 缓缓说道 虽如此开口 可无论是他还是另外三个掌座 都不认为白小纯可以将这水则国度修炼大成 因为这水则国度 需要观摩无数灵兽 而这一点在南岸是不具备的 交易完成 北岸四个掌座与正远东离去 李清后留了下来 看向白小纯时 他目中藏着慈祥 可看起来却很严厉 劝斥了白小纯 让他不要因为天交战的第一而骄傲 更是指点了白小纯修为上的一些不懂之处 最终还把那个手桌以及原瓷珠的一些特殊的用法 也都详细指导 原瓷珠与灵瓷赤 对你用处很大 要多熟悉 还有那水则国度 比我们香云山的草木皆兵要玄妙 还有龙象化海经 此宫是我灵溪宗当年使得我宗从通天河墨流沙到下游 开宗立派的第一老祖创造 你要多去观摩 日后我传授你草木皆兵时 以此经推动 效果更好 李清后又叮嘱了一番 这才离去 白小纯心中感动 向着李清后抱拳深深一拜 没忍住 问了一句 李叔 那个 他们为什么叫你李黑子 太过分了 白小纯好奇地看向李清后 李清后在半空脚步一顿 面色一黑 回头瞪了白小纯一眼 大人的事 你不用理会 你只需记住 我被钥匙 要到珍贵 岂能轻易给人 说完 李清后转身离去 白小纯若有所思 目中更为钦佩 暗道十有八九 是李清后的担药 让不少人觉得肉痛心黑 纵走了李清后 他回到了洞府内 想起方才李清后所说的龙像化海经的来历 心底对于那位第一老祖 很是敬佩 那位第一老祖在开卷语中提到了桎 到底什么是桎 白小纯沉思片刻 隐隐有些想法 可却无法证实 摇了摇头后 放在了心底 看向手中的原磁珠 按照李清后指导的方法 一口吞下 这珠子入口化作了一团气 融入白小纯的体内 于丹田盘旋 没有什么不适 白小纯感受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轻了一些 活动一番 立刻察觉速度比往常快了 仿佛与这天地间存在了某种奇异的联系 白小纯大感神奇 又拿起林瓷翅 这一对青色的翅膀 薄如蝉翼 隐隐透明 白小纯张口吐出一口灵气 立刻将这翅膀炼化 一注香后 他双眼一闪 手中的林瓷翅消失 出现了 已在了他的身后 一种雪融与水的感觉 仿佛那对林瓷翅成为了他身上的一部分 如同手臂一样可以操控自如 白小纯精神一阵 心念微动 背后的翅膀猛的一扇 瞬间 白小纯的身体就化作了残影 直奔远处的岩壁撞击过去 吓得白小纯尖叫一声赶紧停下 可却没控制好 整个人直接撞在了岩壁上 碰的一声 整个洞幅都颤动了一下 可白小纯的肉身太硬 在这碰撞时 直接镶嵌到了岩壁里 好半嗓才扑通一声掉了下来 发出哀嚎 白小纯呲牙咧嘴 爬起来后心有余悸地看了眼 被撞出一个坑的岩壁 不敢再洞府尝试 出了洞府后 重新鼓起勇气 背后翅膀一扇 瞬间直奔远处 数日后 白小纯已熟悉了 这翅膀爆发出的速度 心中美滋滋的 大有一种天下无敌之感 哈哈 我白小纯有这种速度 周长老以后休想追上我 白小纯仰天大笑 身体一闪 在半空中绕了个圈 回到了洞府 第102章 有人在吗 时间一晃过去数月 白小纯对于 香云山内门弟子的区域 已非常熟悉 那种成为内门弟子的新鲜感 也渐渐少了 平日里大都是在洞府 要么修行 要么就是于炼药房内炼制灵药 发情丹也被他炼制了不少 这样的日子 他觉得很开心 对他来说 修行就是为了长生 让自己的修为越来越高 从而获得更为悠久的寿源 而炼制灵药 则是他的兴趣所在 他的理想是要炼制出长生不死丹 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 他不断地炼制灵药 只是现实的残酷 在几个月后体现出来 白小纯苦恼地发现 自己没有药草了 哪怕手中有天交战 第一奖励的一万灵石 可炼制三接灵药所需的材料 在宗门外的方式买不到 即便是委托那些修真家族 可这价格太高 最好的方法 就是有足够的贡献点 去宗门换取 贡献点 白小纯坐在洞府内 愁眉苦脸 他最缺的就是贡献点 此刻愁出一番 他毅然地走出洞府 去了内门弟子 发放任务的石碑所在之地 这里与外门任务处的人山人海不一样 此地内门弟子不多 都是来去匆匆 似乎时间宝贵 白小纯晃晃悠悠的到来时 站在那里 望着任务石碑 选来选去 危险的不要 贡献点少的不要 长期的也不能要 白小纯喃喃低语 最终目光落在了一则任务上 此任务是宗门长老发布 需要寄灭兽的内核 一枚内核 开出了一千贡献点的高价 并且给出了寄灭兽出没的地点 是在距离灵溪宗不远的荒芜山脉中 白小纯晨银片刻 这种寄灭兽在灵兽第四篇里有介绍 准确地说 它不是什么凶兽 而是一种依靠寄生存在的神奇生命 它会选择在一些凶兽的身上寄生 使得凶兽会多出一个头颅 直至最终这个头颅完全成形 凶兽枯萎而死 寄灭兽成熟 化作九日鸟 其意的是 在寄生阶段 此兽有很大的要用价值 可若成熟后破颅而出 成为九日鸟后 全身上下 再没有丝毫的价值可言 甚至这九日鸟 只能存活九天 它存在的唯一使命 就是在死亡前 重新选择一个凶兽 继续寄生 如同是轮回一样 这种纪灭兽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罕见的永生之物 在无尽的轮回中 一直都存在 白小纯当初熟纪灵兽第四篇时 也对这纪灭兽印象很深 这任务的难度 是在寻找纪灭兽上 荒芜山脉太大了 一个个寻找 很是麻烦 耗费时间会很久 所以才给出如此高的贡献点 白小纯又查了下荒芜山脉 知道那里虽范围很大 可凶兽大多都是铸鸡以下 少见堪比铸鸡的凶兽 自所片刻 白小纯接下了这个任务 没有立刻出发 而是回到洞府内 整顿一番后 这才外出 踏着金屋剑 急速远去 荒芜山脉距离林西宗不远 以白小纯的速度 持续的飞行一天就可达到 只不过他胸围不够 时而飞行 时而在大地飞奔 就这样再过了四天后 终于来到了荒芜山脉 此地棒驳 远远看去一处处山包起伏 仿佛看不到尽头 地面上葱绿一片 形成了茂密的丛林 不时有鸟兽丝鸣传出 唯有立刻寻找纪念兽 白小纯在这荒芜山脉转悠起来 直至半个月后 他找到了一处山谷 在荒芜山脉中 此地是丛林的关卡必经之地 在这山谷内 白小纯坐在一棵大树上 望着眼前这山谷区域 目中慢慢露出神采 用正常的办法 太耗费时间 而且纯粹是碰运气 运气好了 说不定能找到一只 运气不好 一个月估计也难碰到一个 这一次 就是体现我白小纯智慧的时候了 白小纯抬起下巴 身体一晃 骤然远去 一天后 白小纯在一处山头 感受了一下风的方向 正要取出发情单 忽然想起了什么 向着四周大声喊了出来 有没有人啊 这里有没有灵溪宗的同门啊 他声音尖锐 传遍四周时 听起来仿佛是在求救 远处 从林内有一道身影 此刻正与一头凶兽交战 此人神色冷傲 穿着灵溪宗内门弟子的长袍 他摇摇地听到了白小纯的呼喊 目中露出轻蔑 又是一个自不量力 修为不够就来到这里的弟子 此刻呼喊有什么用 这荒芜山脉 只有强者才能来 他神色不屑 根本就没有要去救援的想法 毕竟宗门虽讲团结 可还是有一些人天性保良 此事难免 白小纯喊了半天 不见有人回答 这才放心 快速地扔出了一把发情单 通通声中 这些丹药全部爆开 化作粉末随风远去 渐渐的 这一片区域里 所有的凶兽 无论在做什么事情 都在闻到了风中吹来的粉末后 身体都颤抖起来 双眼泛红 呼吸急促 渐渐发出阵阵嘶吼 这嘶吼回荡 白小纯听到后背后翅膀一扇 直奔远方 在他身后 他没有注意到的区域 那冷漠的弟子神色还在轻蔑 固然风吹过后 与他厮杀的那头凶兽 突然震动 双眼立刻红了 发出疯狂吼声 见不顾一切地向着他扑来 这内门弟子吓了一跳 赶紧避开 可就在他避开的瞬间 这片区域的所有凶兽 全部嘶吼 一个个冲出 眼珠子都红了 全部发狂 这青年骇然 飞快逃命 身后大量凶兽嘶吼追出 吓得他连忙发出求救 只是白小纯走远 听不到了 三个时辰后 又在一处风口的区域 白小纯再次喊了出来 等了等 不见有人回应后 他才扔下大把的发清单 很快的 这片区域内 也传来了嘶吼声 白小纯没有停顿 在接下来的两天 他以那处山谷为中心 在这附近所有范围 都扔下了发清单后 这一大片区域被连接在了一起 发清单的药粉 笼罩八方 使得这里面的所有凶兽 一个个都发狂了 似后吱声更为强烈 甚至暴躁起来 横冲直撞 眼看就要控制不住时 白小纯已飞快地回到 他最早选择的山谷内 在这里 他双眼冒光 归五金乌剑 扫出了一条路后 取出了大把的瓷香丹 捏碎后仔细地撒在这里 渐渐地 这里的香气极为浓郁 白小纯很是谨慎 小心翼翼地避开 快速后退时 还换了一套衣服 确定自己没有沾染 瓷香丹的粉末后 这才躲在山谷上 低头看着下面的小路 凶兽乖乖 快点到来 白小纯哼着小曲 神采飞扬地等待 时间流逝 随着瓷香丹香气的扩散 慢慢地 这一大片区域内 所有的凶兽 在发情丹的刺激下 本就发狂 此刻猛地闻到瓷香 纷纷吼声滔天 向着山谷急速飞奔而来 很快地 越来越多的凶兽狂奔 几乎成为了兽潮 地面都在颤抖 半晌后 当第一波凶兽到来时 白小纯立刻站起身 凝神看向下方 眨眼间 大量样子各异的凶兽 就在这山谷内的小路上 飞奔而过 各种嘶吼滔天 白小纯眼睛睁大老大 看着下方无数的凶兽 忽然双眼一闪 右手掐绝一指 立刻金屋剑瞬间飞出 直奔这群凶兽中一头虎兽 这虎兽的背部 赫然有第二个头颅 金光一闪 这第二个头颅瞬间爆开 一枚内核飞出 被白小纯操控一把抓住 扔在了储物袋后 金光再次飞舞 直奔远处又一个 具备第二个头颅的凶兽而去 这兽潮持续了足有一个时辰 甚至山谷都在颤抖 仿佛要被那些凶兽撞碎 白小纯眉飞色舞 操控飞剑不断闪耀 直至兽潮渐渐消散 他狂喜地发现 自己居然收集了十个纪灭兽的内核 还是我白小纯聪明啊 白小纯得意地看着 储物代理的内核 身体一晃 离开了这一大片区域 去了下一个区域 直至白小纯离开了很久 这片区域内 丛林中 一个青年全身衣衫破损 样子凄惨 身体颤抖 挣扎得一步不艰难的行走 他欲哭无泪 双眼茫然 那样子隐隐的 似乎与北寒烈一样 这荒芜山脉怎么了 这片世界怎么了 这里的凶兽居然不吃人了 而是 我 我 他眼泪都出来了 失魂落魄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小纯凭着发情单 在这荒芜山脉几乎横行 所过之处 无数凶兽疯狂 而他每次扔出丹药 都会先大喊几声 问问四周有没有人 有好几次 立刻就有弟子回应 每次这个时候 白小纯都会带着 轻易告诉对方自己的计划 并送出一枚内核 作为谢礼 劝人离开 也希望他们告诉其他同门 这段日子离开此地 自己这里会送出 一枚内核感激 不少看到白小纯的弟子 顿时就认出了白小纯 在听到了白小纯的计划后 每个人都身体一颤 赶紧飞奔 第103章 我要为宗门做贡献 在这荒芜山脉内 灵溪宗的弟子不多 大概十几人的样子 毕竟这里对于内门弟子而言 虽少有助击凶兽 可也有一定的危险 故而都是认为自身强悍者 才会到来 在白小纯很是密集的呼唤下 所有在这里的弟子 都陆续的听到了他的声音 其中大多数都听从了白小纯的劝说 拿着白小纯给出的歉意谢礼离开 可还是有那么两三个天性薄良之辈 神色不屑 带着轻蔑 以为是求救 根本就不理会白小纯的呼唤 装作没听到 甚至心底也未尝没有等呼唤之人灭亡后 拿走储物带的心思 在这里依旧独来独往 他们开始还没觉得什么 可很快的就发现 这里的凶兽有些不对劲 一个个连习信都改了 暴躁疯狂 闪官天佑也在荒芜山脉 一样曾听到了白小纯的呼唤 可目光一闪 没有理会 他接下的任务与白小纯一样 都是寻找纪念兽 此刻他很是心惊 他亲眼看到有一头堪比名气六层的巨熊 居然抱着一棵大树 不断地撞击 这样的一幕 他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图中 他还看到了一只兔子 居然敢来袭击自己 纳目中的疯狂 让他觉得熟悉的同时 也觉得头皮发麻 不对劲 这荒芜山脉莫非发生了什么变故 闪官天佑倒吸口气 他立刻就想到了白小纯的发情单 心底猛的一颤 而此刻 白小纯的储物袋内 借灭兽的内核 已有三十多个 他带着振奋 还在散播发情单的粉末 直至半个月后 白小纯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八字形的山脉交汇处 这里居然有一个很大的风口 似乎四周的风 在吹过这里时 都会被引来 从这里向着半个荒芜山脉扩散 风促之急 按照白小纯的判断 三天的时间 就可以吹过半个荒芜山脉 站在这风口下 白小纯需要很大的力气 才可以保持身体不被吹飞 这还是他没太过靠近的缘故 他的头发飞舞 看着上方的风口 整个人都激动了 这里就是最绝佳的散播之地啊 而且这山脉内应该没同门了 我可以放心大胆的收割了 白小纯兴奋了 他为了不殃及同门 这段日子送出了十多个内核 但却没有心痛 毕竟这里的内核 他有把握拿到更多 此刻仿佛已看到了无数的贡献点 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他深吸口气 立刻将所有的发清单都取出 全部捏碎后 洒向风口 被这里的风一吹 立刻卷向前方 扩散大半个荒芜山脉 白小纯站在山顶 傲然地望着大地丛林 一股高手的感觉 油然而起 我白小纯为了造福荒芜山脉 不容易啊 想来多少年后 这片山脉的凶兽会多了好多好多 这都是我的功劳 他感慨时 一声嘶吼从不远处的丛林内转出 紧接着 无数的嘶吼声 陆续地回荡 很快的 这嘶吼越来越多 不断地扩散 一天后 两成荒芜山脉的区域 吼声惊人 三天后 半个荒芜山脉 彻底疯狂 在这半个荒芜山脉都疯狂时 白小纯快速飞出 每隔一片距离 就扔下大半的瓷香丹 引来这片区域所有的凶兽后 收割技灭兽的内核 这一路他非常满足 不仅仅是收获内核 还有那种造福整个荒芜山脉的满足感 尤其是他看到那些凶兽一个个在发情后 开始了彼此扑来扑去 那种造福的感觉 更强烈了 我是一个好人 以后这片山脉的所有凶兽 都会感激我的 白小纯快速飞出 又扔下大把瓷香丹 山脉内 灵溪宗那几个之前没理会白小纯呼喊的弟子 此刻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他们看着各自四周一个个发狂的凶兽 尤其是那些凶兽居然彼此扑来扑去 每个人都到吸口气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幕 怎么这么熟悉 这几个弟子 全部骇然 纷纷心惊 一个个赶紧逃顿 想要离开这里 白小纯 上官天佑也顾不得去击杀凶兽 飞奔远去 他觉得这里太恐怖了 尤其是北寒烈的一幕在他脑海浮现后 上官天佑面色苍白 身子都冬缩了 可他们几乎每个人 都已在了这荒芜山脉的深处 想要离开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在此刻这半个荒芜山脉的凶兽都发狂的时候 更是无比艰难 白小纯一路愉快 飞奔而过 时而扔下发情单 引来大量凶兽后 收割内核 直至半个月后 当他离开了荒芜山脉时 他的储物带内 已有了快200个基灭兽的内核 进满一族的 白小纯出了荒芜山脉后 直奔宗门而去 直至白小纯离开了数日 上官天佑等人一个个陆续出来 每个人都面色凄苦 披头散发 狼狈非常 目中大都有茫然 在走出山脉时 仰天发出凄厉之音 至于他们到底在这片山脉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团 白小纯一路及时 带着振奋回到宗门 赶紧去了任务处 当任务处的弟子看到白小纯居然一口气拿出了快200个基灭兽的内核后 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 无法置信 每一个都详细的检查后 看向白小纯时 已经目瞪口呆 他在这任务处好多年 剑灭兽的任务经常会出现 可最多的一个 带回来也就是几十个内核而已 这还是耗费了一年的时间 可白小纯这里 只是去了几个月 回来时 居然拿了如此多 不愧是掌门师弟 荣耀弟子 天交战第一的白小纯 这内门弟子到吸口气 对白小纯这里极为恭敬 清点之后 白小纯拿着近20万贡献点 努力想要表现出风轻云淡的模样 可那得意境 根本就掩饰不住 此事也轰动了南岸 一次性拿到20万贡献点 任何一个听道之人 都会无法置信 而随着那些被白小纯在荒芜山脉劝走的弟子 纷纷苦笑地告诉了其他人原因后 南岸三山 每一个内门弟子在看到白小纯时 都会心神一颤 这是一个狠主 太疯狂了 他居然给半个荒芜山脉撒了发情单 那里短时间内 去不得了 在这一轮纷纷时 上官天佑与另外几个狼狈的弟子 也都陆续地归来 上官天佑本身知道是白小纯的缘故 还捎好一些 可另外几人 此刻才明白过来 每一个都发出凄厉的嘶吼 几乎要滴血一样 但却对白小纯无可奈何 毕竟 白小纯那密集的呼唤 他们都听到过 心底都在后悔 若是当时回应一句 或许就不会如此凄惨了 白小纯对于这任务 也因这一次的收获 起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的身影 经常在任务处出没 每次都是选择这种采集与凶兽有关之物的任务 仿佛上了影 每次接下任务就炼制丹药 然后立刻外出 而每一次 都会有一些弟子发狂 不管是参与任务的还是没参与任务的 都会抓狂 因为只要是白小纯去过的地方 那里别人短时间就别想去了 太危险了 云端山脉 寒林山脉 景峰山脉 圆东山脉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 白小纯化身任务狂魔 横扫了任务处上 所有与凶兽有关的任务 每一次都收获极大 一次次的轰动任务处的同时 也让无数的内门弟子都越发抓狂 甚至当乡云山的凶兽任务都没了后 白小纯又去了清风山 紫鼎山 抢夺与凶兽有关的任务 这一去 紫鼎山与清风山的弟子 全部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任务狂魔 到了最后 南岸的内门弟子绝望的发现 但凡是宗门附近的山脉 已经没地方能去了 那里面弥漫了无数时刻发情的凶兽 无奈之下 三山集合了数百内门弟子 齐齐上书宗门 要求宗门免去白小纯的任务资格 这事就连李清后都无法强行干扰 难得白小纯这么热心的完成任务 最终掌门都头痛了 他发现自从白小纯进入宗门后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自己都会为他头痛 现在他几乎是一听白小纯这个名字 就下意识的会心里叹息 他不认真还好 这么一认真 实在是 哎 这白小纯 他是一个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掀起风雨的家伙 他不是要去练丹吗 去练丹吧 贡献宗门出了 指望他能消停一些 眼看上书的内门弟子 从之前的数百人增加到了上千 掌门一咬牙 于李清后商议后 免除了白小纯的任务资格十年 他是整个宗门 唯一的一个 十年内不需要完成任何任务 而且每个月都可以获得一笔不菲贡献点的弟子 白小纯也委屈 当他在任务处又看好了一个任务 准备去接下时 被告知了这个结果 他都傻眼了 凭什么 我要为宗门做贡献 我要为宗门付出 你们太过分了 白小纯愤愤的开口 在任务处弟子敬畏如神人的目光下 白小纯常叹一声 最终无奈的抬起小下巴 小秀一甩 我白小纯弹指尖 任务处 龟非烟灭 他摇头叹息 身影透出一丝寂寞 忧郁的离去 第104张我保证 带着忧郁 白小纯委屈的回到了洞府内 在那里长须短叹 最后感慨起来 一个人如果太优秀了 不是一件好事 像我就是这样 宗门都担心 免除了我10年任务 每个月还给我贡献点 白小纯美滋滋的发愁 觉得自己实在太优秀了 这么下去该怎么办 罢了罢了 既然不让我去执行任务 那么我就炼药吧 原本执行任务也是为了赚取贡献点的 白小纯想到这里 颇有一种为了宗门 牺牲自己的感觉 走入炼药房 要掌握所有三阶灵药的炼制方法 一踏入炼药房 白小纯的神色就严肃起来 时间流逝 转眼过去了半年 这半年 白小纯每天除了固定的修行时间 其他时候都是在炼药房炼单 没有材料就去用贡献点换取 整个人渐渐有些风魔起来 大有不熟练的掌握所有三阶灵药 绝不罢休的样子 期间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 她也曾去找李清后问询 李清后听到白小纯的那些问题 也很惊讶 这种对药道的钻研 在她看来绝非寻常药师可以做到的 联想到白小纯草木石碑的成绩 李清后对于白小纯的药道 充满了期待 每个人对于药道的理解都不一样 白小纯有这样的执着 李清后很欣慰 没有直接告诉白小纯答案 而是鼓励她去多多尝试 只有自己尝试过后 才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药道 如果只是循规蹈矩 则永远无法成为开拓一片领域的药道大师 白小纯很受鼓舞 研究更为风魔 而宗门内 也因白小纯不再去执行任务 慢慢恢复正常 不少人都心底松了口气 尤其是掌门正远东 终于觉得亲近了好多 认为自己撵除白小纯十年任务的行为 非常正确 慢慢放下了心 一次与李清后下棋时 还提起了白小纯 白小纯这孩子 最近都在炼药 宗门内也都恢复如常 炼药是好事 让他炼吧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这孩子之前还找过我 问我炼药的事情 我看他很多思绪新颖 让他自己琢磨 这样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药道之路 如今修真戒流传下来的单方 任何一个都是无数次的失败后 才完成出来的这孩子效仿仙人 是个好孩子 李清后含笑 二人对于这半年来的宁静 很是感慨 可这感慨还没持续多久 数日后 一生传遍香云山的惊天巨响 从白小纯的洞府内转出 空名八方 使得无数内门弟子被惊醒 就算是外门弟子 也都被吓得心神一震 发生了什么事 天啊 莫非有人攻打我们灵溪宗 就在这众人哗然时 白小纯咳嗽着从洞府的炼药房跑出 一脸漆黑 鼻涕眼泪都出来了 直接跳到了泉水里清洗一番 这才皱着眉头爬出 居然炸了 他很是费解 洞府内单卢 室内门弟子的常规之物 虽是致是 可与炼药阁的一模一样 按照道理来说 就算是灵药报废 单卢也不会炸的 可方才 单卢居然炸开 甚至洞府的阵法都被激发出来 白小纯百思不得其解 陈吟中叹了口气 开始修炼龙象化海精 随着这段日子的修行 他的修为已要突破 只差一丝 白小纯不着急 修行完龙象化海精后 又吞下增加元气的灵药 运转不死长生宫 全身荧光更为璀璨 隐隐的似乎要出现一丝筋芒 直至到了上午 白小纯才深吸口气 收了功法 站在洞府内 双目闭合后双手抬起 体内运转水泽国度的口诀 半炷香的时间后 他双眼猛地睁开 向前大吼一声 一股惊人的气势 从他身上漠然散开 仿佛四周的环境都有所改变 隐隐出现了水雾 可只持续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这一切就瞬间消散 白小纯有些虚拖 擦去汗水 这水泽国度 他几乎每天都会练习 可到了现在 也仅仅是有了一丝气势而已 还要继续努力啊 白小纯休息片刻 结束了今天的修行后 又想起了单炉炸掉的事情 这半年来 他尝试炼制三接灵药 虽有成功 可大多数都是失败 让他很是无奈 此刻沉吟许久 隐隐找到了单炉炸掉的原因所在 吃药力激化后不稳 造成了爆发 白小纯若有所思 立刻外出 用贡献点换了单炉回来 继续炼制 而香云山的众人 也慢慢知道了之前的轰鸣 来自白小纯的洞府 一个个神色古怪 虽不知这声音是如何形成的 可也能勉强接受 只是 数日后 白小纯在洞府的炼药房内 正具金会神的权力操控单炉内的灵药 可这三接灵药的难度太大 其他人炼制 都是凭着经验与运气 十次能乘三次 已是极高的造诣 可白小纯追求的是极致 不解决所有问题 绝不罢休 如此一来 因他追寻每一个细节 甚至一个细节往往会多次试验 于是就产生了冲突 这一刻 他的双眼猛的睁大 他感受到了丹炉内灵药的不受控制 更是看到了丹炉出现了卡卡裂缝 白小纯倒吸口气 背后翅膀一扇 瞬间离开炼药房 几乎在他离开的刹那 一声之前还要强烈的轰鸣滔天传出 整个香云山无数人哗然 还不容易才一个个忍了下来 可紧接着 三天后 白小纯在炼药房内 发出尖叫 急速逃出后 第三声轰鸣滔天而起 更为惊人 尤其是七天后 白小纯心惊胆战的炼丹时 突然到吸口气 展开全速逃遁 他的身后 第四声轰鸣震耳欲聋 整个炼药房都坍塌了小半 江云山彻底震动 所有弟子眼睛都红了 一个个打探之后 都知道了白小纯在炼丹 可他们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炼丹的 居然会传出这种巨想 我问了林耀堂 这段日子白小纯去换了七八个丹炉了 那声音 是丹炉炸开的声音 这白小纯到底在练什么 该死的 他也不怕把自己给炸死 在这所有人的愤怒下 轰鸣巨想 没有结束 陆续的传出 一个月的时间 白小纯的洞府内转出的巨想 足有七次 一次比一次强烈 尤其是最后一次 整个香云山居然都摇晃了一下 白小纯的洞府差点被炸开 下的白小纯赶紧跑出时 香云山的内门弟子与外门弟子 都抓狂了 这一个月 他们甚至都不敢沉心修行 每一次都被惊醒 使得他们心脏狂跳 都出现了恍惚 被折磨的墓中都有了血丝 一个个都快要控制不住怒火 尤其是就连隔音的阵法 似乎都对这声音效果不是很好 使得所有弟子纷纷怒火滔天 就连长老也都心惊 对于造成这一切的白小纯 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丹炉炸开的声音 这白小纯是在炼药吗 他 他在炼什么药 没有结束 在第二个月时 这声音更大了 轰鸣不断 一共传出了十多次 几乎每两天 必有一次 直至香云山的弟子承受不住了 纷纷发狂 集体地杀上了白小纯的洞府外 传出怒吼 白小纯委屈 赶紧出来解释 他看着洞府外上牵地子 面色都苍白了 最后用力地拍着小胸口 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后 这才平息了重怒 好不容易送走了众人 白小纯哭丧着脸回到了洞府内 看着炼药房已经坍塌了大半 哀生叹气地走了进去 拿出一个心肝炉 在那里发呆 有心去找李清后问问 可以想到李清后让自己去尝试研究琢磨 他就咬了咬牙 继续思索 数日后 他忽然一拍大腿 双眼冒光 对了 一定是没有温如的缘故 他想到这里 立刻振奋 再次尝试 三天后的深夜 香云山所有人 全部听到了又一声 惊天动地的轰鸣 一个内门弟子都被吓得险些崩溃 披头散发地冲出 发出凄厉的嘶吼 白小纯 你哪怕是天骄 我也要打你 不仅是他一个 很快地 在这深夜里 几乎所有的内门弟子都冲出了 就连周星奇也都疲惫地出现 直奔白小纯的洞府 在白小纯一脸陪笑的多次保证后 他们心里无奈 白小纯的态度太好了 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态度不好还好说 大不了大打一架 可眼下 只能咬牙接受 白小纯疲惫地回到了洞府 欲哭无泪 他觉得坚持自己的理想 困难重重 我白小纯绝对不会放弃的 他一咬牙 再次取出一个单颅 死死地盯着 这一次沉吟了足有半个月的时间 他已将所有问题都找过 甚至每一个细节都琢磨了好久 地火 一定是地火的缘故 白小纯猛地抬头 目中带着雪丝 再次炼制 五天后 清晨时 一声让李清后都目瞪口呆 甚至紫鼎山与青峰山都听到的巨响 从香云山内 默然传出 距离白小纯洞附近的内门弟子 一个个在这巨响中都被震傻了 尤其是周新奇 整个人都要疯了 周长老的几只鸟发出尖叫 背下的羽毛都脱落不少 林伟基颤抖 一个个口吐白墨 内门弟子被震得头晕眼花 而白小纯的洞府 此刻所有阵法齐齐开启 一股地火轰然爆发 甚至引动了香云山的大阵 白小纯挣扎的爬出时 他全身上下一片漆黑 可目中却有激动 他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 不是地火主动引发 而是灵药的相生相克 引起了无穷变化 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三接丹药 已经讲究相生相克之法 很快的 香云山上到长老 下到外门弟子 全部出动 浩浩荡荡杀向白小纯这里 每个人的手中 都拿着十块 被上万人怒视 白小纯忐忑地爬起 狠狠一拍胸口 我保证 他话语还没说完 这上万人就有不少 立刻扔出了石头 毕竟是同门 不会在这里斗法 可石头还是可以的 保证你个头 无数带着怒意的石头 轰鸣而来 第105章动物大越狱 白小纯望着铺天拜地的石头 吓得心底一颤 立刻跑回洞府内 洞府阵法摇晃 阻挡了上万块石头时 白小纯哭丧着脸 知道自己犯了重怒 可他也委屈啊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我非常确定 他赶紧开口传出话语 等外面众人发泄完怒火后 白小纯在洞府内好说歹说 众人才纷纷带着余怒离去 白小纯哀声叹气 整理了洞府的碎石 又来到了炼药房内 坐在那里 墓中露出思索 回忆之前自己察觉的一幕 许久他一咬牙 小心翼翼地取出最后一个丹炉 按照自己的分析 去慢慢地炼制灵药 重点在各种草药的相生相克上 数日后 当药相传出时 白小纯热泪盈眶 他振奋的大吼一声 他终于成功地克服了丹炉炸开 这严重的问题 而且初步地了解了 相生相克的变化 熟练三接灵药 指日可待 白小纯意气风发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 再次沉浸在炼药中 浑然忘我 慢慢地 香云山的弟子 没有再听到丹炉炸开的轰鸣巨响 也渐渐都放下心来 香云山的日子 似乎又回归了以往的平静 可 白小纯却发现 自己虽然解决了丹炉的问题 可在炼制三接丹药时 却依旧成功率不高 而且总是会炼制出各种各样的怪丹 面对这些怪丹 白小纯没有如以往那样忽略 而是每一个都觉得藏着大秘密 说不定里面就有如发青丹丹那样的神奇灵药 需要一一尝试一下 这些丹药有什么作用 白小纯凝重的喃喃自语 立刻走出洞府 取了山下方式 买了不少小兽回来 更是用贡献点 从宗门换取了一些过来 养在了洞府内 开始了他这一生第二次的遗兽试验 甚至他还满怀期待 取出了一枚空白的浴剪 准备去一一记录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 白小纯深吸口气 取出了一只兔子 从自己众多的怪丹众选出了一枚黑色的丹药 扔给了兔子 那兔子闻了闻 一口吃下 吃完后突然身体多缩 两腿一蹬 居然扑通一声摔倒 一动不动 死了 白小纯睁大了眼 赶紧上前观察 这才松了口气 这兔子没死 而是这丹药药效太大 灵气上头 冲击之余昏迷过去 直至过了两个时辰 这兔子才醒了过来 见两腿立直 如人一样站起 直勾勾地盯着白小纯 白小纯轻一一声 可紧接着 这兔子也轻一一声 白小纯吓了一跳 你会说话 你会说话 兔子也露出下了一跳的样子 学着开口 白小纯立刻振奋 绕着兔子走了几圈 那兔子也振奋 绕着白小纯走了几圈 一人一吐 在这洞府内形成了诡异的一幕 到了最后 白小纯大笑起来 哈哈 这丹药不错 我白小纯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兔子也大笑起来 说着一样的话语 白小纯觉得有些怪异 索性打开一间实事的门 将这兔子扔了进去 也罢 你既然有了灵智 日后若修行有成 记得过来报恩感激 先关在里面吧 等以后我把你们在棕门外放生 扔了兔子 白小纯也没太在意 开始进行下一次的实验 这一次他选择的是一只猴子 挑选了一枚黄色的丹药 扔给了猴子 猴子开始时装没看到 可后来仔细的看了看 一把抓起 在嘴边啃来啃去 碎末掉了不少 可大部分还是吃下了 吃完后 猴子没什么变化 只是似乎有一股阴风凭空扫过 很快消失 白小纯好奇的将这猴子抓来 摆弄一番 这猴子好似傻了 只会发呆 白小纯确定没什么变化后 叹了口气 将这猴子扔进食室内 在之后的几天 白小纯陆续的试验 一群兔子 在吃了他的丹药后 眼睛更红 居然发出嘀吼 一个个跳起来 要去咬白小纯 白小纯诧异 一边记录 一边将这些兔子 扔到了食室内 看着他们之间相互撕咬 可却没有流血 还有几只鸭子 被白小纯买来 为了担要后 这群鸭子居然多缩 一个个翅膀明显的宽大了一些 竟在洞府内飞了起来 而且一个个居然在神色上 露出优雅之感 看得白小纯目瞪口呆 对于自己的这些怪丹 兴趣更大 时间流逝 半个月过去 这段日子来 白小纯对于自己的丹药试验 一一记录 时而的 他的洞府内还传出疯狂的笑声 数日后 当几只普通的家鸡在吃下丹药后 身体近急速的膨胀 近乎与大象一样时 白小纯对于要道的神奇 有了更深的了解 精神抖擞 继续取出怪丹去试验 慢慢的 他关闭这些小兽的时事内 出现了一群全身都长满了无数眼睛的蛤蟆 这些蛤蟆不断的叫唤 每一次叫唤时 全身的眼睛都在眨动 还有一只老虎 被白小纯花了零食买来 吃下了丹药后 居然长出了八个头 与之前的头颅夹在一起 成为了九头虎 每次怒吼 九个头都一起大喊 很是威风 更有一群寻常的飞鸟 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可却不停的腹泻 时间慢慢过去 白小纯的试验没有停止 带有一副要把所有怪丹都找出药效的气势 甚至还有一群猴子 在吃下他的丹药后 进集体的癫痫 不断的抽搐 又比如一群猫 居然每天都在打嗝 声音如雷一样 让白小纯觉得极为诧异 他不知道自己炼制的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怪丹 最夸张的 是有那么一群大鹅 在吃下丹药后 静眼珠子成为了白色 看起来很是圣人 可偏偏非常的忠诚 居然如狗一样 主动的给白小纯看护洞府 到了最后 白小纯还给泉水里的鱼试验了一下 那一群鱼发狂 争先恐后的跳了出来 一个个居然长出了腿 在白小纯的洞府内走来走去 白小纯看着这些鱼 有些傻眼 全部统统都扔进了一个石室里 此刻他的那间石室 已经成为了一个古怪的世界 这里面 一只猴子在高处拄着下巴发呆似沉思 一群猴子在下方钉弦抽搐 一群眼睛鲜红的兔子正和大象般大小的鸡在打架 旁边是一群蛤蟆 无数个眼睛看着热闹 还有一只兔子在一旁学习各种模样 不断的比划 时而还发出疑 你会说话 哈哈 这丹药不错 我白小纯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的声音 只会这三句 半空中 一群鸭子优雅的飞来飞去 一群飞鸟一样飞舞 一扑扑鸟屎不断落下 地面上 九头虎全身都是鸟屎 不断怒吼 身边围绕着一群跑来跑去的长着腿的鱼儿 那些鱼儿的身后 是几只打嗝的猫 不断追着鱼 门口的位置 还有树枝大鹅 在那里冷眼看着一切 一副守卫的模样 白小纯呆呆地看着这个房间 他的怪单 此刻只试验出了一部分 还有更多在储物袋里 想要继续试验 可却没了小兽 要到太神奇了 白小纯喃喃低语 收回目光后 坚定地要把所有怪单都试验完 于是离开洞府 下山去了方式继续购买小兽 可就在白小纯走出洞府的瞬间 突然的 这时室内 那只白小纯第二次试验的对象 从始至终都没什么变化 只是喜欢发呆沉思的猴子 突然眼珠一转 低下头 望着时室的大门 目中居然露出如人一样的智芒 身体一晃 直奔时室之门 很快的 时室门禁 开了 紧接着 白小纯的洞府大门 竟也在那猴子的摆弄下 居然 也被打开了 外界的阳光洒落进来 这喜欢沉思的猴子瞬间冲出 其他的鸡鸭鱼猫 此刻都呆了一下 眨眼间 这一群被白小纯关注的动物们 全部越狱冲了出去 周兴奇此刻恰好从洞府内走出 他几乎刚刚出门 就看到天空上一群鸭子发出嘎嘎的声音 优雅的飞走 周兴奇一愣 仔细的看了几眼 他早就将灵兽五篇全部熟知在心 可生生没认出眼前这些飞鸭到底是什么玩意 这是什么东西 周兴奇诧异的喃喃滴雨时 忽然又看到几只如大象的鸡 在身边飞奔而去 鸡的身上还有一只兔子在那里滴吼 咦 你会说话 哈哈 这丹药不错 我白小纯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周兴奇睁大了眼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目瞪口呆 甚至有种置换的感觉 第106章疯狂的兔子 此刻徐宝才与不少外门弟子 正在进行要图晋升 徐长老在一旁望着 原本是很严肃的事情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飞鸟从天空飞过 扑扑之声此起彼伏 无数的鸟屎 瞬间落下 如下雨一样 徐宝才也好 其他参与晋升的弟子 还有四周的观望之人 甚至徐长老的头发上 此刻全部都是鸟屎 所有人都呆了 一个个下意识地抬头 看到了那群飞鸟 洒落无数鸟屎 不断远去 这群鸟 有些陌生 该死的 他们这是怎么了 居然 居然腹泻不断 所有弟子 全部惊呼 徐长老呆了一下 面色都变了 陈子昂与赵一多 二人如今正在一处山路上 彼此怒视 今天 我们二人在这里 要觉出他们的矛盾再砸一时就出现 此刻更为激烈 似乎彼此目中都有狠辣之盲 可就在这时 话语还没等说完 突然的在他们二人中间的地面上 一片尘土掀起 一群长着腿的鱼 飞奔而过 二人一愣时 又看到了几只不断打嗝如雷霆般轰鸣的猫 追着那些鱼急速而去 这一幕 让二人到吸口气 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忘记了彼此的敌对 多目瞪口呆 这个 你刚才看到了长腿的鱼吗 赵一多觉得是自己的幻觉 下意识地问了句 我还看到了打嗝如打雷一样的猫 陈子昂呆呆地开口 外门弟子的半山腰上 此刻有不少外门弟子发出惊呼 居然有一群兔子 红着眼 向着他们咬去 哪怕被制止 这些兔子依旧凶猛 牙齿发出嘎啥嘎啥的声音 让人触目惊心 尤其是还有一只兔子 坐在几只庞大的鸡身上 不断地开口 咦 你会说话 哈哈 这单要不错 我白小唇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整个香云山 这一刻 疯了 无数的人听到了这句话 瞬间就明白了 这一幕 是白小唇弄出来的 内门弟子所在的区域 几只蛤蟆在地面上蹦来蹦去 所有看到他们的内门弟子 全部都到吸口气 那些眼睛 怎么看都很是圣人 还有一只九头虎 在棕门横冲直撞 不断地嘶吼 整个香云山 这一天全部乱了 无数人被震动 齐齐外出 更有一只猴子 居然爬上了李清后所在的阁楼房顶 站在了香云山的最高点 坐在那里 望着前来与李清后叙旧 刚刚离去的许妹乡 她低头煮着下巴 沉思 李清后面色铁青 站在阁楼外 抬头看着那只猴子 正要发火时 扑得一声 无数摊鸟屎 从天而降 她整个人都呆了 香云山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热闹了 无数的外门弟子 还有内门弟子 全部出动 这些小动物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 唯独那群拉屎的飞鸟 在短短的时间内 无法想象那么小的身体 是如何装得下那么多的鸟屎 还有那只兔子 开始只会说三句话 可渐渐的 会说的话越来越多 学的动作也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就连声音也都挤大 扯着嗓子嘶吼 天啊 这是什么 你看到了吗 兔子居然说话了 白小纯 这一定又是你干的 我悄悄告诉你啊 我昨天看到周长老与他的那些凤鸟 在一个房间里 里面传出古怪的声音 周新奇师姐 还有杜灵飞师姐 哪怕有白小纯阻挡 我许宝才也一定会得到你们的 口云飞师兄你好坏 不要吗 啊 这是什么 我看到了几只猴子 居然在抽搐 美香师妹 不是我理清后薄情寡义 待我修为突破 踏入金丹 并与你结为道旅 哈哈 这丹要不错 我白小纯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这兔子不断奔跑 说的话越来越多 偏偏他耳朵很灵 只要是听到的话 立刻就微妙微笑地重复出来 渐渐让不少人面色大变 因为这该死的兔子 他耳朵太灵了 几乎将所有弟子间的秘密都说了出来 还指名道姓 里面有不少故事 让众人听了后 全部不可思议 尤其是李清后的那一段 此事前所未闻 轰动所有人 不少长老都是睁大了眼 屈宝才惊呆了 侯云飞睁大了眼 李清后身体猛的一颤 就在这时 白小纯从方氏归来了 他满载而归 带着更多的小兽 目中目出期待 他这一次要将怪单全部试验完 可刚刚上了香云山 还没等走几步 一颗鸟屎落下 白小纯连忙避开 皱起眉头抬头看着天空 看到了一群鸟飞过 咦 有些眼熟 他正差一时 忽然的 身边草丛哗花花而动 一群长着腿的鱼飞奔 白小纯愣了 紧接着打嗝如打雷的猫 又飞奔而过 白小纯眼珠子都快蹬了出来 随后 有一群猴子一边抽搐 一边吐口白沫的跑来 从他身边快速路过 白小纯颤抖 倒吸口气 全身含汗毛都竖起了 这 这 不可能 他呼吸急促 拿出金屋剑 骤然飞起 身后翅膀更是一扇 呼的一声 冲上香云山 一路上 他看到了所有的小兽 甚至途中不少人看向他的眼神 都带着古怪 白小纯心惊肉跳 回到了洞府一看 发现洞府大门敞开 里面几乎空了 只有那几只大鹅 如首尾一样 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们是怎么跑出来的 白小纯觉得不可思议 似有所查 猛地回头 看到了一只兔子飞奔 口中传出无数的话语 尤其是最后一句 哈哈 这单要不错 我白小纯的确厉害 这兔子都会说话了 白小纯眼睛瞪起 那兔子立刻看到了白小纯 也立刻眼睛瞪起 转身一晃快速逃走 白小纯知道闯祸了 飞速上前 正要一把抓向兔子 那兔子不知为何 净速度暴增 瞬间逃眉影了 看得白小纯都呆了一下 与此同时 他听到了从香云山顶 传来的李清后的怒吼 白小纯 你自己处理干净 有一只兽没处理 有一坡鸟屎还在 我送你去万蛇谷 尤其是那该死的兔子 让他闭嘴 听到万蛇谷这三个字 哪怕白小纯获得了天交战第一 不死银皮大成 可依旧还是多缩了一下 他对于万蛇谷的阴影极大 此刻哭丧着脸 下意识地抬头 随后眼珠子又差点蹬了出来 他看到了山顶的阁楼顶 一只猴子在那里 煮着下巴 露出沉思 白小纯都快哭了 赶紧去了山顶 身体一跃飞出 直奔猴子而去 这猴子侧头看了白小纯一眼 目中尽露出一抹感慨之意 仿佛是在享受着难得的自由 看得白小纯都愣了抬手一抓 就将这猴子抓在了手中 扔到了储物袋内 这才小心翼翼地赶紧离开 一路奔波在湘云山上 与无数弟子古怪的目光中 白小纯哭丧着脸 一把抓住那九头虎 又抓走了长满眼睛的蛤蟆 急速离去 很快的 大象般的鸡 还有那群长着腿的鱼 还有打嗝的猫 都被白小纯陆续地抓走 至于天空上飞舞的那群鸭子 最好抓了 几下就被白小纯收走 至于那群癫痫的猴子 也都被白小纯一个个扔进处雾袋 折腾了一整天 最难抓的是那些拉屎的鸟 费了好大的劲 白小纯才将它们一个不拉地抓住 直至夜晚时 它说来数去 忽然发现 那学舌的兔子没看到 找了好久 白小纯沮丧地发现 找不到了 这兔子太能藏了 唉 白小纯长叹一声 看着香云山上的鸟屎 无奈之下 用了一整夜的时间 才将香云山的鸟屎都打扫干净 日出时 它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洞府内 倒在一旁就累地睡了起来 清晨时 香云山的弟子 看着焕然一新的山门 一个个回想昨日的一切 对于白小纯的丹药 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只是几乎所有人都被鸟屎黏过 心底愤愤 可又没办法 毕竟他们也看出来了 白小纯也不是故意的 可偏偏就是这不故意的行为 已经多次出现了 所有人都心中悲呼 对于白小纯的恐怖 有了直观的感受 这一觉睡到了下午 白小纯醒了后 不敢继续试验怪丹了 离开了山门 去了荒野中 找了一片安全的荒原 打开储物袋将所有的小兽都放了出来 你们自由了 白小纯看着那些小兽 苦笑地说道 那些没有来得及吞下怪丹的小兽 瞬间就四散 可吞下了怪丹的 却一个个都看向白小纯 白小纯也望着他们 又从储物袋内拿出不少丹药 吃了这粒丹药 你们说不定也有一些可能去自我修行 以后别捣乱了 这次你们把我害惨了 每一个小兽 白小纯都给了一个丹药 最后一挥手 转身正要离去时 那只九头虎发出一声咆哮 白小纯回头看去 九头虎望着白小纯 目中似有种奇异的光 仿佛要将白小纯牢牢记住 这才转身一晃 飞奔远处 天空上的那些鸭子 还有飞鸟 还有地面上的鱼儿 以及打嗝的猫 甚至那几只守卫般的大鹅 长满眼睛的蛤蟆 还有那群抽搐的猴子 全部都如九头虎一样 奇异地望着白小纯 这才一轰而散 最后离去的是那只喜欢沉思的猴子 他望着白小纯 目中露出一抹智慧的光 隐隐地 居然给白小纯一种沧桑感 他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 转身远去 白小纯愣了 方才那一刻 他有种强烈的感觉 这猴子似乎成为了一个睿智的老人 那目中露出的沧桑 白小纯觉得自己不会看错 他沉默中取出预解 找到了记录给那只猴子吞的丹药 这原本被他记录为废丹的灵药 此刻被他重点地记录了一下 那梅丹药 拥有我所不了解的药效 白小纯若有所思 望着四散的身影 目中露出祝福 这些小兽 因他而改变 他由衷的希望 他们能活下去 快乐的活下去 取久 白小纯转身翅膀一扇 急速归去 第107张天雷喜要大法 回到了湘云山 白小纯心中伤感 对于自己处物带那此刻 还剩下的不少怪单 他不敢继续试验了 尤其是他此刻走在湘云山的路上 所有的湘云山弟子 在看到自己时 要么古怪 要么凶狠 要么愤怒 坚持伟大的理想 怎么就这么难 这也不怨我啊 是李叔让我自己研究的 白小纯感慨 一路小跑 回到了洞府内 坐在那里 望着远处的天空发呆 他大半年前炼药的时候 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 他也曾去找李清后问询 李清后听到白小纯的那些问题 也很惊讶 这种对药道的钻研 在他看来绝非寻常药师 可以做到的 联想到白小纯草木石碑的成绩 李清后对于白小纯的药道 充满了期待 每个人对于药道的理解都不一样 白小纯有这样的执着 李清后很欣慰 没有直接告诉白小纯答案 而是鼓励他去多多尝试 只有自己尝试过后 才会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药道 如果只是循规蹈矩 则永远无法成为开拓一片领域的药道大师 毕竟单方的起源就是一代代人这么尝试出来的 不行 我是有理想 有梦想的 李叔说的对 只有自己获得的 才是真正属于自己 即便是在艰苦 也要克服下去 半晌后 白小纯荫咬牙 他可以不去试验怪单 可对于药道 他越发执着了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药师 白小纯深吸口气 毅然的走到炼药房 在此风魔 沉浸炼丹中 完全忘我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去了数月 白小纯慢慢的对于三阶灵药 掌握更为熟练 随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功课 三阶灵药在他的手中 似乎已没有太多的难度 只是 却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渐渐出现 白小纯无奈的发现 他虽对于炼制三阶丹药熟练很多 可成功率却难以提升 一般来说 十次炼丹 他可成功五次 余下的五次中 有一次是炼制出自己都无法辨认的怪丹 还有四次炼制的 是杂志占据接近十成的毒丹 白小纯要抓狂了 他也尝试了炼灵 发现毒丹就算是炼灵也都效果很差 只有到了下品之后 才可以用炼灵来提高品质 而他对于炼药有种偏执 甚至他自己都没察觉 在他的性格里似乎有种强迫症状 达到不到满意 他会坐立不安 杂志 要怎么样才可以驱除杂志 白小纯红着眼 丝丝的盯着面前的大量毒丹 冥思苦想 有心去问李清后 可以想到李清后曾鼓励自己去琢磨研究 他就再次咬牙 重新封魔 时间一天天过去 在很多人感觉 白小纯总算是消停了一些 没有轰鸣去想 没有满山捣乱的小兽 这样平静的日子 很多人还有些不太适应 可好景不长 一个月后的这一天深夜 白小纯披头散发 在丹炉旁整个人仿佛疯癫 不断地掐绝操控火焰 不断地向着丹炉内扔入药草 双眼都是血丝 成了 就快要了成了 这一次我解决了所有问题 更是具备创意 加入了雷公藤 更有引雷花 枯木春 阴阳草 发明了以特殊的方式 去洗笛杂志的方法 一定会成功 这是我白小纯独创的 天雷喜要大法 他振奋时 前方的丹炉此刻猛的一阵 药香瞬间出现 可就在药香扩散的刹那 突然的 香云山顶的天空 原本虽是黑夜 可明月高挂 没有云层 但偏偏在瞬间 浓密的云层漠然出现 一道闪电轰然落下 直奔香云山 轰了一声 踢在了白小纯的洞府上 使得洞府阵法震动 更有不少钻入洞府内 落在了丹炉上 整个洞府内 都是闪电 白小纯狂笑中赶紧避开 当四周的闪电消失时 他兴奋地跑到丹炉旁 立刻看了过去 只见丹炉内有没有丹药 只有一片黑渣 还冒着黑烟 赤影雷花放多了 白小纯劈头散发 如同一个钻研学术的疯子 狠狠地抓了一下头发 再次拿出药草 开始调配 与此同时 香云山不少弟子都看到了 那道闪电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察觉到了闪电劈去的地方 正是白小纯的洞府 这白小纯 难道连老天都看不下去 一定是这样 苍天有眼 降下闪电要去劈死他 在这众人心中浮现各种面头 甚至不少人还有些幸灾乐祸时 香云山的几个长老 也都注意到了这闪电 一个个都诧异 就算是里长做炼药 也都不会引来雷霆 传说中 只有七阶以上的灵药 才会出现雷结 这白小纯在干嘛 三天后的晌午 白小纯的笑声在他的洞府内回荡 他盯着丹炉 双手飞速掐绝 灵力散开 地火爆发时 他大吼一声 双手向着丹炉猛的一拍 天雷喜要大法 丹炉震动 瞬间香云山的山顶 无数云层猛的凝聚 一道闪电轰鸣而来 直奔白小纯的洞府轰去 这一次 无数的弟子都看到了这道闪电 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耳边雷霆回荡时 白小纯的洞府都颤抖了一下 洞府内 白小纯振奋的来到丹炉旁 一眼看去时 丹炉内依旧没有丹药 只有药渣 一股黑烟升起 他只是略微吸了一口 就头晕眼花 退后几步自己都没察觉 居然口中出现了白沫 雷公腾放多了 白小纯喃喃低语 扑通一声倒下 直至三个时辰后才醒了过来 赶紧去吸了把脸 又吞下一些丹药 片刻厚猛的抬头 继续去炼药 之后的日子里 雷霆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香云山的弟子经常会看到一道闪电落下 攻击白小纯的洞府 慢慢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就连长老也都多次注意 全部心惊 他们很怀疑 这么下去 白小纯早晚会被劈死 可偏偏怕死的白小纯 在这炼药的蜂魔状态下 居然忘记了死亡 沉浸在药道中 不断的去改变药方 调整搭配 试图去让天雷洗药大法具备效用 天雷洗药大法 空 该死的 天雷洗药大法 空 白小纯的洞府 防御阵法已经失效了 他的声音尖锐 经常从洞府内转出 很多人听到后纷纷传开 使得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了 之所以有雷霆 是因白小纯发明某种喜趣药道杂志的方法 甚至还有不少长老都感兴趣 关注白小纯 这一次 虽然天雷滚滚 可罕见的没有人去阻止 就连李清后也对白小纯的创意 觉得欣慰 偶尔也会关注一下 只是 好景不长 白小纯上百次的搭配后 还是没有找到理想的比例 于是开始添加其他的药草 不知是哪一种药草的作用 在数日后的一天黄昏 白小纯的声音吼出时 天空瞬间雷霆弥漫 居然不是以往的一道 而是数十道闪电游走 全部落下 诡异的 这些落下的闪电 居然只有一道是轰向白小纯这里 其他的全部散乱的落在香云山的其他区域 轰轰轰轰 大量的闪电轰击 有不少人发出惨叫 一时之间 香云山再次震动 周星奇的洞府 也被轰了一下 好在阵法阻挡 没有什么大碍 周星奇凶狠地看了眼白小纯的洞府 忍下这口恶气 李清后与香云山的长老 也去安抚香云山的弟子 毕竟白小纯如今对于要道的执着 让他们很是赞赏 只是 白小纯已经封魔了 一个时辰后 一片乌云笼罩 这一次居然有近百道雷霆 全部落下 直奔香云山而来 就想滔天时 很多弟子都骇然地看着苍穹 赶紧回到自己的居所 不敢外出 李清后与那些长老也都呆了 眼看着近百闪电落下 香云山上众多区域 全部震动 或许是因周星奇的洞府距离 白小纯太近 居然有六七道批在他的洞府上 使得周星奇的洞府强烈的颤动 阵法扭曲 唯有结束 也就是半炷香的时间 无数人发出了强烈的哗然 甚至更有恐惧的惊呼 天空上 此刻云层更大 厚厚的云层内 有数百闪电轰鸣而来 直奔香云山 一座座洞府颤抖 不少区域直接爆开 白小纯自己的洞府 也在这一刻几乎要坍塌 勉强支撑 可周星奇的洞府 竟吸引了五十多道闪电 陆续的轰击 如同天节 直接将周星奇的洞府 彻底的掀开 崩溃爆开 周星奇面色惨白 急速逃出 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洞府 已被移为平地 发出了凄厉之音 白小纯 还有一些内门弟子的洞府 一样如此 被闪电直接轰开 一个个逃出后 幕后惊天 正要不顾一切的去找白小纯 算账时 突然的 天空乌云再次翻滚 其浓密的程度 形成了一股压抑 笼罩大地 周星奇心底一颤 骇然色变 其他几个要找白小纯 麻烦的弟子 每个人都到吸口气 心神颤抖 甚至此顶山与 清风山的掌座也都注意到了这里 看到云层后 立刻睁大了眼 还有掌门正远东 远远一看 顿时头皮一麻 那云层内 赫然存在了上千闪电 这是 这是要灭了香云山啊 白小纯 天啊 他在干什么 他是怎么做到的 居然 居然这么多闪电 嫡媳 嫡媳 香云山内外 无数人发出骇然的惊呼 尤其是香云山上 无数弟子全部颤抖 外门也好 内门也罢 这一刻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生死危机 天雷喜要大法 白小纯早已忘我 根本就没注意到四周的一切 此刻双目赤红 看着面前的丹炉 漠然大吼 双手抬起向着丹炉一拍 空 第108章讲义气的张大胖 李清后眼看着一幕 倒吸口气 来不及阻止 右手立刻掐绝 向着半空一指 瞬间一道光幕猛的出现 笼罩香云山 这光幕五彩缤纷 极为绚丽 与此同时 天空上云层内 上千闪电 齐齐降临 直奔香云山 被这五彩光幕阻挡 全部落在了光幕上 声响滔天 轰鸣不断 这光幕不闻回荡 一一化解 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夕的时间 当最后一道闪电也被化解后 五彩光幕才消散 香云山内的所有弟子 此刻纷纷颤抖 他们方才有种强烈的危机 此刻缓了过来后 每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齐齐看向白小纯的洞府 白小纯 无数人的嘶吼惊天 不知是谁第一次冲出 很快的所有人冲向白小纯的洞府 还有那些长老 就连李清后也化作长红 飞速临近 摇摇欲坠的洞府内 白小纯紧紧的盯着丹炉 正差一没有雷霆时 分了一下心神 立刻就听到了外面震耳欲聋 比雷霆还要强烈 无数倍的嘶吼 白小纯吓得面色苍白 一个高蹦起 这才注意到洞府都快坍塌了 他赶紧跑出 刚刚出了洞府 他的身后轰的一声 因太多人冲向这里 形成了震动 洞府再无法支撑 立刻坍塌下来 白小纯整个人都傻了 四周尘土飞扬时 他骇然的发现 自己的四周 无边无际全部都是怒视自己的湘云山弟子 那个白小纯刚要解释 人群中周新奇发出一声凄厉之音 白小纯你陪我洞府 打倒白小纯 该死的 我都洞府都被你毁了 太过分了 你这根本就不是炼丹 先是炸丹炉 又是各种诡异的小兽 现在又放闪电 你你你 无数人怒吼 看向白小纯时 每个人心中都怒意 今天 他们这两年被折磨得要疯了 白小纯委屈 他真的是在炼丹 可看着不远处周新奇的洞府 被移为平地 他也心底满是歉意 侯小妹与侯云飞也在人群内 就算是他们 此刻也都一脸无奈 侯小妹偏向白小纯 银牙一咬正要去和四周人辩解 吓得侯云飞一把握住她的嘴 这个时候很容易引起众怒 这些香云山的弟子 他们已经打定主意 绝不能让白小纯继续炼丹 否则的话 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 尤其是想到之前的闪电 此刻所有人的吼声更为强烈 眼看局势要失控 就在这时 香云山的长老化作长红 一一到来 甚至李清后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半空 这才让香云山的弟子安静 只是一个个都可怜兮兮的看着李清后 目中露出希望李清后为他们做主之意 李清后极为头痛 他狠狠的瞪着白小纯 引天雷降临 此事不难 苍穹雷霆属性为阳 只需用草木的变化 形成阴属气息 便可引下雷霆 可这么多的雷霆 也着实让李清后心惊 之所以如此 实际上李清后也明白 与香云山本身有关系 香云山本就蕴含殷气 只不过弟子察觉不到罢了 而白小纯的做法 则是一个影子 白小纯心底对众人有轻易的同时 也觉得有些委屈 眼巴巴的看着李清后 白小纯 你以后炼药 不能在香云山炼 出去炼 李清后无奈的开口 对 出去炼 不能在香云山炼药 他哪里是在炼药 他是在炼我们啊 没错 再这么炼下去 有一天他落毁了香云山 我都不觉得奇怪 此周弟子纷纷激动 觉得李清后太英明了 我 白小纯正要解释 李清后大秀一甩 就这么定了 都散了吧 他说完 又瞪了白小纯一眼 白小纯赶紧闭嘴 哭丧着脸 心里难过 觉得自己让李清后失望了 此周众人眼看李清后做主了 一个个都瞪着白小纯 这才渐渐消散 直至四周空荡荡后 李清后站在白小纯的面前 长叹一声 把你的天雷喜要大法 和我说一下 白小纯立刻抬头 眼中露出强烈的神采 赶紧将自己创造的这个大法详细的说出 开口时渐渐没飞色舞 说了半场才结束 带着期待看向李清后 李清后若有所思 微微点头 要到无尽 没有人敢说自己走到了尽头 在这条道路上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你说的这个方法 曾经也有人尝试过 可都失败了 雷霆之力太大 难以操控 虽有一定效果 可却过刚 这个方法 等你日后修为高一些 至少助击 再去尝试吧 现在不要用了 李清后不忍挫折白小淳对于要到的执着 委婉的开口 说完 目中露出鼓励 拍了拍白小淳的肩膀 这才离去 白小淳叹了口气 坐在那里发呆 对于造成不少洞府崩溃 他心里轻易很多 此刻叹气时 心里琢磨着大不了自己听李清后的 先不练天雷喜要大法了 我换一个研究的方向 用别的方法去除杂志 这样就没有雷霆了 也就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了 可是去哪练啊 白小淳想了想 遥遥地看向了紫鼎山 眼睛一亮 趁着天色还没黑 白小淳整理形状 回头看了眼影坍塌的洞府 他目中露出绝燃 为了追求要到 为了练出长生不死丹 白小淳毅然转身 下了湘云山 直奔紫鼎山 对于紫鼎山 白小淳已经是熟门熟户了 毕竟当初与张大胖在紫鼎山寻找林伟基时 二人走遍了大半个紫鼎山 况且白小淳喜欢让人称呼自己为师叔时 也曾自个在这紫鼎山转悠了好多圈 此刻走在紫鼎山上 感受着四周的宁静 看着紫鼎山弟子不像湘云山那么的暴躁 甚至一些人看到自己时 还打着招呼 白小淳很唏嘘感慨 他一脸微笑 直奔张大胖所在的居所 张大胖还没有成为内门弟子 居所还是原来的位置 白小淳轻车熟入 在黄昏时分 到了张大胖的门前 看到白小淳到来 张大胖立刻笑了 二人坐在院子里 张大胖得意地炫耀自己的练灵之法 告诉白小淳 他现在已经是紫鼎山上 大名鼎鼎 无人不知的练灵奇才 白小淳赶紧追捧了几句 张大胖越听越开心时 白小淳干咳一声 大师兄 商量个失败 说 张大胖大手一挥 一副慷慨豪爽的模样 你帮我在紫鼎山找个地方 让我在这里炼药吧 白小淳赶紧开口 眼巴巴地看着张大胖 炼药 你都内门弟子了 洞府内应该有炼药房啊 对了 我头断日子闭关 之前被你们香云山打雷阵醒 你们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大胖有些诧异 他闭关大半年 对于外界的事情没有太多了解 况且香云山的事 紫鼎山虽有一些知道 但毕竟是不同的山门 了解的不是很具体 那个 我炼丹一不小心 引起了闪电 把自己的洞府给劈了 白小淳哭丧着脸说道 啊 张大胖睁大了眼 迟疑了一下 不过大师兄你放心 我可以发誓 在你这里炼药 绝不会再出现雷霆 你放心 我白小淳说话算数 而且我现在已经能炼三阶灵药了 我最后送你一瓶三阶灵药 白小淳赶紧解释 一拍胸口 信誓旦旦的保证 张大胖对于三阶灵药心动 这种三阶灵药 方式内的价格极其夸张 同时张大胖对于白小淳这里的要求 也没有办法拒绝 此刻又听到白小淳保证 他想了想后 哈哈一笑 小事一件 我这里没有炼药的地方 不过我认识管理洞府的师兄 给些好处 让他暗中借给我一个内门弟子的洞府 不过时间长了估计有些麻烦 不长不长 少则数月 最多半年 白小淳眼睛一亮 立刻振奋 张大胖点了点头 让白小淳在这里等着 转身走出居所 一住相后回来时 他神色得意 手中拿着一枚令牌 成了 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洞府 但也有炼药房 距离我这里还不远 我带你去 白小淳欢呼 对张大胖吹捧了几句 张大胖很是高兴 带着白小淳去了洞府所在之处 这才离去 这一处洞府很简陋 与白小淳在香云山的洞府无法比较 小了很多 不过只要有炼药房 对白小淳来说就足够了 他心满意足地坐在炼药房内 深吸口气 还是大师兄讲义气 白小淳很感动 琢磨着自己一定不能去尝试天雷洗药大法 也不会去用小兽试验怪丹 至于丹炉炸开 这一点白小淳已完全可以避免 他想来想去 自己都觉得从现在开始 他的炼药 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了 开始研究驱除资质的方法 白小淳省下心 取出灵草 目中露出思索 脑海不断分析推演 渐渐沉浸在了药道中 第109章紫鼎山的小雨 在紫鼎山开始的一个月 白小淳借用的洞府很安静 丝毫没有影响紫鼎山的弟子 张大胖也放下心来 偶尔来洞府时 看到白小淳在那里练丹 慢慢也就来得少了 可 一个月后 白小淳双眼冒光 望着面前的丹药 仔细地看了后 大笑起来 神色露出振奋 这一个月来 他开炉了四次 每次都是在尝试寻找新的 驱除杂志的方法 此刻他终于再次找到了一条路 以雷霆外力驱除杂志是一种方法 同样的 从灵药内部融化杂志 一样是说得通的方法 我白小淳真的是个天才 哈哈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要用草药相生相克的原理 在炼制灵药的同时 借助相生相克产生燃烧之力 去燃烧灵药的杂志 把那些杂志逼出来 这样的话 最终丹药成型 就不会再是毒丹了 白小淳越想越是振奋 他深吸口气 立刻开炉 一株株草药被他整理后 扔入丹炉内 更是按照自己所想 加入了不少炼制灵药不需的草药 而且随时去记录 四天后 白小淳再次沉浸在了风魔中 绕着丹炉不断转动 时而调整低火 时而加入灵药 更是会根据不同情况 要么稀释 要么加量 渐渐的 在这一天的深夜 白小淳精神一阵 看向丹炉时 这丹炉内转出啪啪声响 很快的丹炉颤动了一下 一股黑烟瞬间升起 这黑烟抢人 似带着毒素 白小淳袖子一甩 赶紧把这黑烟送出洞府外 飘升半空时 一大半留在了紫顶山的半空云层内 还有一部分在风中 无声无息的 飘向青丰山 直至洞府内没有了黑烟后 白小淳连忙来到丹炉旁 低头看去 丹炉内出现了一粒丹药 拿起一看 虽然依旧是毒丹 杂志占据了九成以上 可却比以往的时程少了一点 变成了九成八九的样子 白小淳顿时高兴 他觉得自己的方向是对的 接下来需要的是不断的尝试 直至找出最佳的搭配方法 哈哈 这一次我炼药 动静很小 没有打雷 没有轰鸣 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白小淳很开心 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炼丹 而让其他弟子愤怒 此刻心满意足 在一旁盘膝打坐 完成了每天的龙象化海 以及不死长生功后 又施展水泽国度 最终结束 重新来到丹炉旁 开始炼药 这一次他极为勤奋 几乎每天都要炼四五炉 每一次都会有黑烟升起 被白小淳挥出洞府外 飘然升空 直至十天后 他惊喜地发现 他十次里有四次的毒丹 杂志再次降低 如今只是九成七八了 比之前的时程 生生地减少了很多 非但如此 十次里成功的那五次 杂志也有减少 似乎若这么持续下去 炼出三接灵药中的中品 也将指日可待 白小淳目光狂热 不去理会外界的一切 如闭关一样 开始了疯狂的炼药 不断地记录 不断地改变 每天开炉的次数 达到了七八次之多 每天都有大量的黑烟 从他的洞府中散出 飘升半空后消散 又过去了半个月 他激动地发现 炼制的毒丹杂志 降低到了九成五 而白小淳在 慈鼎山的这两个月后 香云山的很多人都松了口气 他们不知道白小淳去哪了 纷纷享受着香云山 重新恢复的安宁 慈鼎山的弟子 除了张大胖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 白小淳正在 慈鼎山炼药 而慢慢的 有关白小淳在 香云山炼丹造成的 一幕幕事情 也都传了过来 纷纷心惊的同时 张大胖已经多缩了 他没想到白小淳在 香云山 居然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虽紧张 可眼看白小淳那里 很安静 没有引起什么影响后 心底慢慢安稳起来 时间流逝 又过去了一个月 白小淳的炼药 已进行了三个月了 他的洞府内 冒出的黑烟更多 甚至也引起了 紫鼎山弟子的注意 但却没有多想 张大胖心底更为安稳 只是最近有些烦恼 因为紫鼎山开始下雨了 这雨很奇怪 只在紫鼎山出现 其他地方都没有 而这雨水有些脏 落在身上会形成一个个泥点 渐渐的很多紫鼎山的弟子 也都觉得不对劲时 白小淳的炼药 已到了丧心病狂 他每天开炉的次数 超过了15次 几乎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整个人都憔悴了 而他的毒单 杂质也快速地减少 此刻已到了9成23的程度 再有几个月 我有信心让杂质 降低到9成以下 称为夏品灵药 白小淳激动的大吼 继续沉浸炼药时 紫鼎山上 渐渐有哗然惊呼之声 默然传出 张大胖此刻正走在 此顶山的小路上 忽然察觉天空的雨水 逐渐地大了起来 甚至在这雨水落下时 他还闻到了一股酸味 紧接着双眼猛地争大 他看到这雨水落在自己身上 并没有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可是他的衣服 竟在被打湿后 肉眼可见的 融化了 张大胖睁大了眼 整个人呆了一下后 发出一声惊呼 他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衣服 都快没了 这一幕让张大胖连忙跳起 直奔居所 可这一路上 惊呼不断 张大胖无法置信地望着整个紫顶山 此刻所有的弟子都是一山破损 但凡是被雨水淋湿的人 衣服都快速融化 甚至有一些倒霉的 此刻全身都快光了 发出凄厉之音 天啊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衣服 这是什么雨 酸酸的 虽对人无害 可却能腐蚀衣服 该死的 防护之光都没用 紫顶山在这一刻 全部封了 除非是立刻躲在避雨处 否则的话 就算是重新换上衣服 也会瞬间就融化 放眼看去 整个紫顶山 彻底乱了 还有一些老资格的那门弟子 也都抓狂 一个个这辈子都从来没遇到这种事情 而那些女弟子 更是尖叫不断 就连此顶山的长老 也都呆了 甚至有的长老正在外面讲述术法 被雨水一洒 顿时身体一凉 与此同时 有不少人看到白小春所在的洞府 此刻又有大量黑烟升空 随着升空 这雨水的腐蚀更大 甚至在这黑烟出现时 有一个内门弟子一山勉强遮身 神色惊慌 正快速飞行 可却一头撞进了这片黑烟里 当出来的时候 他的全身已灭有了丝毫的衣服 这内门弟子呆了一下 发出凄厉之音 全身雷霆爆发 以雷光遮盖时 赶紧换了衣服 可明显的还在融化 怎么回事 谁在这洞府里 给我出来 这内门弟子 正是吕天磊 其他人也在这一刻看出了问题所在 纷纷怒吼 该死的 是那里 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一处洞府曾经是没有人居住的 可偏偏这几个月总是有黑烟出现 这黑烟 就是罪魁祸首 它这几个月升空 影响了气候才会落下这种酸雨 在这众人纷纷怒声开口时 张大胖躲在屋檐下 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脑海已经完全翻滚 望着那雨水 他忽然明白了香云山的感受 而在山顶的位置 此顶山长座许魅香 整个人对于这一切目瞪口呆 他在阁楼内不敢外出 右手抬起一只天空 顿时此顶山上瞬间就出现了一层阵法光幕 这光幕出现 顿时阻挡了外界的雨水 可明显的 就算是这光幕 也正在快速的被雨水腐蚀 借助这短暂的没有雨水的机会 所有此顶山的弟子都快速的换上衣服 一个各怒火滔天 杀鸡弥漫 直奔白小春所在的洞府 与此同时 香云山的弟子 有不少看到了此顶山的防护光幕 也看到了此顶山的雨水 纷纷诧异 此顶山怎么了 可就在他们诧异时 突然的 无数人的声音组成在一起 化作的惊天动地的怒吼 从紫顶山上 漠然传出 白小春 这声音传遍四方 仿佛紫顶山都震动了一下 香云山的弟子 所有人都心神一颤 每个人的脑海里 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白小春去了紫顶山炼药 一定是这样 掌作不让他在香云山炼药 于是他去了紫顶山 就在这紫顶山弟子都发狂时 白小春惨叫一声 急速飞奔 他吓得心肝都颤了 一脸委屈 他刚才正激动地炼丹 突然所在的洞府被无数数法轰开 他正愣地抬头时 看到的是四周无数人的怒目 尤其是吕天磊 更是全身闪电弥漫 第一个向他冲来 下得白小春赶紧背后翅膀一扇 急速冲出 此刻完了命的逃顿时 他的身后怒火连连 上万子顶山的弟子 全部怒追而来 张大胖在山上遥望着一幕 咽下一口唾沫 赶紧装作没看到 同时打定主意 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是自己同意白小春来炼药的 甚至是自己帮着找到的洞府 此顶山的弟子 在追杀白小春时 突然的 金峰山上 有惊呼传出 第110张发配万蛇骨 没有人知道 白小春在此顶山上炼药时 飘出的黑烟 虽有大半留在了 此顶山的半空云层内 可还是有一部分 因季节风向的原因 飘到了金峰山的半空中 一时半点不算什么 会慢慢消散 形成不了影响 可这持续的每天的大量积累 使得紫顶山在酸雨落下后 清风山寺也被引动 这一刻 原本清风山上不少弟子 都在看着热闹 对于香云山与紫顶山的遭遇 让他们心惊的同时 也有些幸灾乐祸 不过每个人的心底都已做好了打算 从今天起 将炎防白小春进入清风山 甚至黑三胖的一些好友 也都纷纷告诫黑三胖 可就在这时 一滴滴雨水从清风山的半空落下 众人一愣抬头时 一个个骇然的发现 清风山的半空 居然也出现了黑云 最不如紫顶山的那么厚密 可落下的雨滴一样是酸雨 一样可以腐蚀衣服 很快的 清风山上传出阵阵哗然与惊呼 更有尖叫回荡 使得清风山瞬间出现了无数剑光 直奔紫顶山下 此刻被一群紫顶山弟子追杀的白小春 白小春 该死的 莫非白小春暗中也来了我们清风山 一定是这样 这个邪药狂魔 一定是他偷偷到了我们清风山 也进行过炼药 清风山弟子疯了 不少人全身衣服快速消失 赶紧换上新的 可却没有多少作用 整个清风山顿时大乱 一个个怒吼 与此顶山的弟子同仇敌忐 追杀白小春 闪官天佑也在人群内 他的衣服还算完整 可此刻确实杀意更强 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去为自己在荒芜山脉的凄苦报仇 轰轰之声回荡 白小春的尖叫传出 他整个人傻眼了 此顶山的弟子来追杀自己也就罢了 怎么清风山的也来了 尤其是听到清风山的弟子说出的那些话 白小春心底委屈到了极致 我真的没去清风山啊 你撒谎 清风山的弟子上万人 此刻大都冲出 还有一些在半空踏着飞溅 急速来临 听到了白小春的话语后 立刻怒吼 更有见光呼啸 直奔白小春临近 还有此顶山的弟子 一个个竖法扩散 吓得白小春尖叫起来 我为宗门流过血 轰 此顶山弟子一样出手 吓得白小春玩命狂奔 啊啊 我是荣耀弟子 轰轰 清风山的弟子 见光无数 白小春背后翅膀快速煽动 额头都出了冷汗 我是掌门师弟 他猛的大吼 你就算是掌门亲儿子 今天也要收拾你 两山弟子前后汇聚 不知是谁怒吼 引起了无数人的相应 再次追杀 你们 你们不讲理 杀人啦 杀人啦 白小春头皮发麻 他觉得这些人都疯了 自己只不过是炼药而已 至于如此吗 此刻哭丧着脸 展开了全部速度 瞬间逃顿 直奔香云山 他这个时候已经感受到了 还是香云山的弟子柔和一些 那里才是自己的家啊 众人一直追杀白小春到了香云山 一个个眼睁睁的看着白小春跟被踩了尾巴的耗子一样急速的跑眉影 纷纷发泄的怒吼 还有一些冲动之下 竟冲上香云山 可就在这时 一声带着怒意的冷哼 漠然间从香云山山顶传出 如雷霆一样扩散八方 反了你们 滚 话语一处 天雷轰鸣 那些冲上香云山的弟子 一个个喷出鲜血 全身倒退 更有一股大力扩散 推动四周弟子一个个全部后退 纷纷骇然时 也都清醒过来 一个个面面相去 知道自己方才冲动了 连忙低头抱拳 赶紧后退 这么一场闹剧 这才渐渐散了 白小纯在香云山上 看到这一幕 顿时感动 他颇有一种小孩打架打不过后 自己的家长出面 将对方揍了一顿的振奋感 对 反了你们啊 尤其是清风山 你们 白小纯激动 跳起来指手画脚的 正要去告诉清风山 自己没有在他们那里练药石 突然的 一股威压降临 李清后的身影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一脸铁青 右手大袖一甩 白小纯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飞出 直接被李清后一把抓住了后搏颈子 李叔 我 我真的没去清风 啊 白小纯的话语戛然而止 心底一颤 连忙开口 可话语还没说完 他就被李清后直接带着飞起 远处无数正在离去的两山弟子 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心底狂喜 香云山的弟子 也都抬头一个个神色古怪 心中长出一口气 这白小纯要倒霉了 引起了长座的怒火 白小纯惨了 可只是引起长座的怒火 这一次整个南岸都要抓狂了 在这无数人心底快慰时 白小纯下的面色苍白 他发现 李清后带着自己所去的方向 居然是 万 万蛇谷 李叔我错了啊 白小纯面色苍白 顿时尖叫 很快的 李清后就带着白小纯 在白小纯一路的哀嚎中 来到了香云山后的万蛇谷 刚一进来 无数的毒蛇就昂起头 发出嘶嘶的声音 更有不少毒液喷出 吓得白小纯身体发抖 尤其是他发现 李清后居然带着自己直奔万蛇谷的洞穴时 白小纯整个人都颤了 我只不过是想要炼药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 李叔你听我解释 你看我是按照你的要求 我没在香云山炼药啊 我 白小纯着急 赶紧解释 可这么一解释 李清后的脸更黑了 加快速度 刹那飞入洞穴 四周一片漆黑 可很快就有一双双冰冷的眼睛 刹那出现 冷冷的看着白小纯与李清后 尤其是其中有不少气息 以此刻白小纯的修为去看 他的感受比曾经还要清晰 他骇然的发现 这里的可怕程度 比自己认为的 还要强烈数倍 尤其是他掌握了零售五篇 此刻目光一扫 这里虽漆黑 可他灵力运转 还是能看清一些 认出了这些蛇的名字 脑海里浮现所有对于这些蛇的信息 三部蛇 陈木莽 这是 金银虫蛇 白小纯骇然 这些蛇的蛇毒 按照零售五篇记录 强大无比 甚至筑机修饰处理不及时 都会被毒杀 直至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李清后带着白小纯 出现在了这蛇洞的深处 这里有一片空旷的地下荣场 四中无数的蛇发出丝鸣 还有那么七八条 更是散发出堪比宁七八层的修为之力 眼睛都是红色的 口中滴落的毒液 使得地面坑坑洼洼 触目惊心 不远处 有一间石屋 四周四存在了一些阵法 使得方圆石杖内 没有蛇靠近 可哪怕不靠近 在四周密密麻麻的包围 也一样让白小纯感受到了强烈的生死危机 顾得一声 在这十世外 李清后袖子一甩 直接将白小纯扔到了十世旁 你不是要练丹吗 在这里练吧 此地有地火 十世内有丹炉 在这里你就不会干扰其他弟子了 李清后冷哼一声 又扔给了白小纯一个储物袋 这里有足够的药草与吃食 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安静安静 等什么时候性子沉稳了 我再来带你出去 李清后狠狠的瞪了白小纯一眼 低头时看了看四周的阵法 确定这阵法无碍后 这才飞身离去 他也是无奈 这才出此下策 要一次性将白小纯的顽劣 好好地打磨一下 可心中也有担心 所以才注意了那些阵法 确定如常后 这才放心离去 以他对白小纯的理解 对方是绝对不会踏出阵法的 白小纯哭丧着脸 眼看李清后飞走 四周的那些蛇 没有了李清后的威压 顿时如动 将白小纯所在的实施团团包围 那一条条蛇露出獠牙 甚至还有不少试图撞击阵法 喷出鹅毒液几乎将四周弥漫 更远处 那几条凝气八层的毒蛇 一个个都冷眼望着白小纯 那一副仿佛要将它吞了的样子 使得白小纯呼吸都急促了 这是雪神蛇 居然是堪比凝气八层 一滴毒液 就可以毒杀万人 更让他心惊的 使他明显感受到在这不知范围 有多大的蛇洞内 还有三道堪比凝气九层的气息 甚至还有两道凝气大圆满的波动 解这波动不是羞逝散出 显然是此地的毒蛇 最让他心底颤抖的 是在这里 他隐隐地感受到了 似乎还有一股更隐晦的波动 带着凶残 仿佛在暗处盯着自己 时间流逝 很快外面天色渐暗 白小纯愁眉苦脸 唉声叹气 怎么办